主筆記第五十二頁 去到主筆記第五十二頁 和我一早見到我們今天會講這篇議論文 它是2017年的第九條題目 我忘記是2017年一錄 這裡它就說 現在有些人就說 香港新的本地畢業生 基本上有兩個問題 第一,沒有那麼勤力 Less hardworking 第二, less willing to face challenges 你要知道這些是一些很general的問題 它不是說你今天沒有做一件事 它不是說你昨天做錯一件事 它是說in general 你的人就是懶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嚴重的 關於人格 關於你character的一個accusation 一個指控 所以這裡的問題也都講到明 你現在是要表明你是strongly disagree with this opinion 你是要強烈反對 這個論點 所以我們一定要注意設計 這篇文是要很明確很鮮明的立場 設計是零無零兩可的 我們還看到這裡是要寫一個letter to editor 給Hong Kong Daily 表示我們這種不滿的感受 所以這裡就是一個formal letter 正式書信 這裡的問題就跟你講要三個原因 但希望同學都要注意 這些二類文 校官會願都是想見到三勝一犯的狀態 好 我們下面看看一些簡單的 writing pointers and suggestions 我希望同學可以在這個文章中 清晰地表明自己的立場 這裡要令到我們的讀者一眼就看得出我們的觀點 不要繞圈 直接第一句寫出來 可以在這個寫作目的的時候都可以寫完 然後提提同學 就是我們之前回到自己觀點的時候 可以多給一些例子 或者一些自身的經歷去增強整個文章的可信度 或者我們的說服力 也希望同學有一個清晰的結構 很簡單 我們這裡intro 再加三正一 三正一犯 然後再加到conclusion 所以這裡我們希望會見到六段 除了不同段落的結構之外 也希望同學在段落與段落之間 可以有一種緊密的連繫 topic sentence 或者過渡句這些 希望都可以做到 好 現在我們就看這篇文章之前 就想和同學做到一樣東西 就去前面這一頁的第五十一頁 上來寫下這個簡單大綱 我們平時考試都提過同學很多次 看見很多事發生的 就是不寫大綱 但很重要 你不寫 其實我已經看得出來是沒有寫的了 好 我通常會這樣的 每顆星星都代表每一個新的段 第一段這裡就是introduction 我們很簡單可以講一下整個問題的背景 即是社會上講的這件事 這個allegation 即是年輕人很懶 不肯面對挑戰 然後表達我們自己的stance 我們的立場 明顯先講出 好 接著我覺得第二段 我們可以簡單用我們之前教過的雲 官司下方法 在這一段我想做一個股金對比 以前的人可能不需要有那麼多壓力 不需要想那麼多事情 面對的問題不一樣 但現在就有很多不同的 今時不同往日 我們就說 其實你不能將現在的人和三四十年前的畢業生做一個正面的比較 完全是unfair的這件事 你想也想到 即可能三四十年代 你透過努力真的可以買到一層樓 你買到一層樓之後 你真的會看到那層樓的價值會不斷升 升完之後你會發財 但現在不是有些年輕人見到什麼 我無論如何努力都好 原來我都買不到樓 你現在賣完樓之後 operations又厲害 還有可能跌 所以呢 我們絕對不能作一個股金對比 因為有些人覺得 可能做遊玩都是住那輩子 所以不能去對比 我們在第三段 希望比較簡單 做回一個個人親身的經歷 給例子 他說一下 其實我都有此機會 跟一些比較最近的年輕人 去工作共事 我發覺他們做事都有很多不同的特徵 叫做比例子有什麼特徵 很有幹勁、很勤力、很願意面對挑戰 很多不同有創意的方法解決問題 或者去表示他們做過什麼行動 可能有問題會主動問上司 可能會在OT、努力去尋根究底 去了解好清楚整件事 第四,你也可以承認、確立 其實現在年輕人需要Mentalship Program 他們不是懶,他們不是不肯面對 他們要的是Guidance 他們要的是Hands-on Experience 才知道怎樣面對 最後希望同學們都要記得 我們一定要記得這個Counter-Argument 我們要重申這個不是一個character 不是一個人格的問題 所以我們要去考慮這個社會 很多不同的因素、狀態 例如剛才說過的一些古今社會 以前可能打工已經很快 可能你已經舒舒服服買了 便宜的,可能千多萬太古城 太古城過了二十年後發達 就可以移民到澳洲、退休 以前很多不同的因素 現在的世代很多時候 不是去辦公室工作 你可以說這些是Gig Economy 是吧? 或者是那些什麼 Work from Home Arrangement 這些字又要認識 或者是那些什麼 Flexible Working Hours 或者是那些Slash 這些全部都要認識 這些字 我們可以說回這些因素 就是你很難很單一 去憑工作一件事 告訴年輕人有這些人格問題 然後透過做一個rebuttal我們的反駁 希望在這一段可以再一次重新自己的觀點 我們第六段conclusion的時候 就可以一次過總括我們以前說過的主要觀點 再重新自己的立場 希望同學記得不要留下本 因為我們始終都是一個letter to editor 好嗎? 現在我就喝一口水 因為先讓同學寫完 OK 好 我們去到後面這裏 五十三頁 希望同學給我一個簡單的提示 我覺得很多人 雖然找書找得很努力 但到最後一刻都會突然去到考場 哎呀 我寫不寫字號好呢? 哎呀 你不知道呢? 如果你真的完全五十五十 Flipped the coin 完全不知道 我建議你先寫完 因為你寫多了他扣你的分 一定是少過你需要寫 但你沒有寫扣的分 所以如果你不知 就一定寫完 Letter to editor 你可以這樣寫後面這個 Disagreeing with claims about Hong Kong's fresh university graduates 對於這些剛剛畢業的人 這些聲稱 就非常之不滿意了 我們簡單一點 如果你想有一個文口都可以 I hope this letter finds you well I hope this letter finds you in good wealth 跟著我們就表明這個寫上的目的 I am writing to express my strong disagreement with the recent claims 我現在就表明我一個非常之強烈的不滿意 不同意了 跟你們最近呢 你們我們這個社區有的一個claim 非常之不同意 Circulating in 或者你可以說什麼? Highlighted in 因為highlighted的意思是給人指出 給人道出 或者你可以說 Outlined in 或者你可以說 Underscored in 記住了 Circulating 即是你傳我我傳你 她又說她又說 媽媽姐姐又說 什麼都有人說 大家傳來傳去的一個話題 所以是一個主動的形態 我們會用ing的 Circulating in our community Regarding the work ethic 對於這些工作的道德 那這裡我們可以簡單 就去總結這個claim 是在說 是一個人格上的問題 是一個道德 工作道德上 工作行為守則上的問題 那麼嚴重 A fresh university graduates in Hong Kong It has been suggested that 那這裡你見到我用了一個passive voice 我就覺得可以比較客觀去指出這件事出來 It has been suggested that these graduates are less hard working and less willing to face challenges compared to those in the past 那直接講返出我們這一個的問題 是吧 講返出那個問題的statement出來 很簡單 However 我們現在要表示不同 不同意 However I strongly oppose this opinion I oppose this 都是解反對 即是我們之前講過的 Disagree Based on my observations and experiences in the workplace 即是 鑑於我的觀察 和我在這個工作場所的經驗 我就完全反對這一個意見 好 那我們第二段提返同學仔 一個比較簡單的寫法 你可以寫 First and foremost 我都希望提返你們 那個e不要留 記住forehead 額頭 那個for 不是for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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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rst and foremost 第一和最切呢 It is crucial to recognize 還有它重要 關鍵 Crucial這個詞 是關鍵 啊 關鍵的鍵怎麼寫 重要 很重要的意思 to recognize that each generation faces its unique set of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Hong Kong's fresh university graduates today are now Navigating a vastly different landscape Navigating這個詞 是找路線 通常我們會說 Navigating a landscape 在這個很不一樣的地形裏面 找一條路線 即是在這個很不一樣的環境生活的意思 Landscape就是地形的意思 Compared to the counterparts 那我就覺得不可以說graduates in the past Counterparts 即是同一個的位置 但是另一邊 所以這裏 就是在說很多年前的一些畢業生 接著我就覺得 在這裏可以給多些的例子 現在有什麼不同因素要考慮呢 The evolving job market Evolving這個詞 就是不斷改變 Evolving 有時候又說要work from home 有時候 你知道現在銀行 或者是bank 都很多時候 或者是law firm 那時候都不用一至五上班 你是星期一、四、五上班 for example 然後星期二、三 就在家裡工作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現在的經濟差度 他們以前就叫covid 就是可能work from home 要有些social distancing 現在這些叫省錢 省錢 因為你想想那些Morgan Senate 中環租了這麼大的office 貴的 現在是錢來的 他們最大的那個租金 最大的expense 就是來自於人工和租 人工無得減 業務不減 就無得減人 那麼這裡 最簡單就是減租金 所以我們可能有時候 那些人要share workstation 就是以前我記得做law firm的時候 老闆跟我說了一句 就是 你為什麼在那裡錄電話 你知道你坐著這間房 多少錢租 然後他就給了一條帳 我看我就嚇一嚇 很害怕 老闆要抄我 快點做事 快點做一些billable hours 現在那些law firm不一樣 自從有了work from home 就是之前covid之後 現在希望可以做到一張桌 坐兩個人的至少 我就要求那些人 要繼續做事 你不要以為 可能你星期二、三日在家做事 就等於不用做 你都要做的 但你這個job 一定要做到出來 但你就是在家裏做 你不是屋公司 對著我 你可以不化妝 你可以不換衣服 但你是在家裏做事 你要知道 香港人 很多人家裏都很小 可能比較辛苦在家裏做 可能會有很多噪音 這些就可以叫做一個 evolving job market 還有一些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科技上的進步 很簡單 你可以說一下AI 或者現在AI這個世代 可能現在要專注的 不是整隻牛去做事 而我們可以怎樣用到AI在我們的工作上 and shifting social economic dynamics 好像以前那樣 即是那些女人都很少出去做事 現在越來越多女人做事 這個都是一個社會的動態 dynamics 整個狀態 整個環境 have reshaped the workplace environment 這個字是重數 我們之前review的字都說過 這個字就是平時和我們社會的change 改變了整個工作環境 所以我們這麼多東西都很不同的時候 如果你直接把一些以前三十年前的畢業生 和今時今日的畢業生去做比較 是很不公平的 是很unfair It is unfair to directly compare the work ethic of today's graduates and those Those是甚麼 Those其實就是在說 Those graduates的意思 以及以前這一個世代的畢業生 是很難去做一個比較 Without considering these contextual factors 如果你不去考慮這些環境上的因素 其實是很unfair的 如果你直接把它比較 首先 第一個觀點就是 今時和往日 總之不能夠做一個直接的比較 第二 我覺得可以做一些個人經驗的分享 就說 哇 我就有一個很慶幸 可以和這些畢業生 有機會共事一起在公司工作 我就發現他們有甚麼行為的特徵 或者做了甚麼動作 有甚麼性格的特徵 在這裡看 Besides I have had the privilege Privilege 本身是優勢的意思 這裏比較優雅的去講 有一個機會 有一個優勢去和這些人去共事 I have working closely with many recent graduates and I have consistently witnessed Consistently 就是指持續地的意思 Witness 這個字就是見證 即是我持續地見證到這些年輕人 他們有一種狀態在這裡 即是表示到 原來我們現在不是一個單一的事件 我不是見到一個年輕的畢業生 他態度不錯 然後我就很意片概全說大家都是 因為我們跟了很多不同的畢業生一起工作 我看到大家都有很多不同的特徵的意思 所以這個不是單一的事件 見到甚麼呢 Witness Dedication 再給一些不同的特徵的例子 Dedication 投入程度 Resilience And Eagerness to Tackle Challenges Eagerness 即是那種願意 很願意去做 這些字其實我們做在之前的第四期講Speech 在Basketball那一課 或者是之前講第二期教Letter的時候 或者第一期教Nature Smart的時候 都講過很多這些不同的 Dedication Commitment Resilience 這些字 講過很多次 這裡不多說了 Contrary to the claims being made 我們這裡可以說回我們自己的觀點 原來跟我們這個 說年輕人很懶人格的問題 這個claim是不一樣的 Contrary to the claims being made 那它是有相反 對比的意思 Contrary to the 對比 You see These young professionals 我們可以說他們做了甚麼行動 令我們有這個想法呢 Brain fresh perspective 有些新鮮的看法 有些新鮮的角度 新鮮的角度 Innovative ideas 很有創意的ideas And a strong desire to learn and grow 那是有很強烈的欲望 Desire這個字就是意思 欲望 很強烈的欲望去學習和成長 我們可以用之前投訴訊 建議書那個字 They are proactive 那即是主動 現在不是踢先行動 主動會尋求機會去發展 They are proactive in seeking out opportunities 去尋求機會 fo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對於一些專業的發展 是會尋求機會 And demonstrate a willingness 我展現到 Demonstrate這個字就是展示 展現 A willingness 就是那種願意的程度 To go the extra mile 希望同學就可以學這個講法 Go the extra mile 不是真的說你走到遠了的意思 Go the extra mile 即是說願意走多一步 願意做多一步的意思 To excel in the road Excel這個字其實就是excellent的動詞形態 所以Excel in something 即是說在這一方面 你做得很好的意思 好 我們第三段 剛才我們寫大綱的時候 都見到的了 就想說mentorship的問題 Furthermore It is essential to acknowledge 去確認去承認去認知 去認知 the role of mentorship 即是這些導師的計劃 還有這些支持系統的那種角色 and support system and support system in nurturing the potential Nurturing這個字 have implemented mentorship programs implemented這個字就是實行 很多這些香港不同的機構 已經實行了導師的計劃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s 還有專業的發展項目 to support the transition of fresh graduates into the workplace 就對於我們這一個社區 整個的一個畢業生 它怎樣由一個學校的環境 去晉身到這個社會工作的環境 其實這個過度都是很有支持的 大家都有做到這一點 Through mentorship 原來透過這些導師計劃 我們這些年輕人可以得到些什麼 Guidance and hands-on experience 都會有的 我們透過這些mentorship Guidance and hands-on experience These graduates are empowered to 即是得到這一種能力 即是empowered 是因為這些東西給了一種力量 to overcome challenges 克服挑戰 develop their skills 培育他們的技能 and contribute effectively to their organization 還有也可以有效地 貢獻給他們的社區 Moreover 再者 這一段想講一個rebuttal 我們首先會講這種 perceived difference in work ethics perceived這個字 sorry 我寫在下面 perceived這個字 其實就是解外界認知的 即不是真確的 不是一個確立到 不是一個measure到 不是一個measure到 量計到的東西 是你覺得是你以為的 perceived difference attributing這個字 之前我們也寫過 是歸因於歸舊於的意思 如果你將這個 大家外界認知的 這種work ethic的不一樣 去歸因於這個character 人格的問題 只是歸因於這個人格的問題 整件事 因為我們前面這個attributing 就是一個gerund rng 所以我們後面這個動詞 就跟回一個s 給他了 single noun single verb overlooks 就是忽略的意思 平時我們ignore這個字 overlooks broader societal change 完全忽略了一個整體上 更加廣闊的社會改變 broder這個字 就是更廣闊的意思 societal change and systematic factors 即是這個社會上 很多不同的機制上面 一些的因素完全 都忽略了 完全無視了這些狀態 首先我們可以 stake了別人的這種 外界認知 和他講了他主語的問題出來 我們後面 就可以繼續 再給回多一點的例子 就講一下 為什麼他會這樣講 為什麼會有這個問題 the increasing pressure on young professionals to balance work 原來他們很多不同的東西 要取得平衡 就例如有work education debt 也是 因為現在這個世代 多了很多不同的大學 即是以前那些 現在 不要說幾十年前 我以前讀大學的時候 很多大學都 都未是大學 我都未聽過原來 他說是大學的 那些什麼 oh my god I don't know what that's called 什麼珠海 什麼都會 我沒有聽過這些 在這裡就看到 其實現在 很多人都比較喜歡 拿到大學位 所以無論如何 他都一定會入到大學 很多人 跟以前不一樣 my point is 不是說大學 那樣那樣 不是 my point is 以前的人入不到大學 很容易就會面對現實 面對現實 去做事 做事 所以以前會多了一些地盤佬 等等 可能會做很多不同其他的職業 但現在不是的 無論如何 你都算是入了大學 無論如何 你都一定會讀完他 所以 你imagine 讀大學那四年 你完全不做事 之餘 你還在欠人錢 因為每一年大學學費 這些是書寶 或者食宿 全部都是錢 educational debt education debt 所以現在 這些young professionals 除了工作之外 還要去平衡他們的債務 還有他們這些 personal responsibilities 個人的責任 可能要陪家人 或者要交家用 可以影響 the perceived level of dedication and resilience 完全影響了他們這種 大家外界認知 他們這種投入程度 和銀食 完全會影響了 可能有些人覺得健康比較重要 不想捱壞自己的身體 所以他就不可能做到半夜 現在老實就在說 你搞錯呀 年輕人謊 以前我做到兩點都不投訴 你現在做到八點就說走日 去上瑜伽堂 我們可以再反駁這件事 additionally the changing nature of work 現在社區這個工作 不斷去改變 例如有些什麼 剛才都講過 激economy 或者會有些 flexible employment arrangement 就是work from home may influence traditional perceptions of work ethic 可能你本身是在家裡工作 人家本身打工 以前可能要搏相運 七點半已經回到公司 幫老闆買早餐 自己吃完早餐 收拾完房間 已經做完spire report 寫了些東西 然後擺放在老闆桌面 現在不是九點鐘開工 就是八點五十八分 online 沒錯 所以這些很難跟以前做一個比較 may influence the traditional perception of work ethic 是有機會影響到這些傳統的一種角度認知的 好 那我們在這個conclusion 就可以再一次重新回自己這個論點了 In conclusion I firmly believe that 我嚴重確立 肯定地覺得 你什麼 the notion 除了說claim之外 還可以試試說notion notion 即是那個說法 那個狀態 那個觀點 of Hong Kong's fresh graduates being less hard working and less willing to face challenges 這個notion is 所以要跟回這個動詞 is unfounded unfounded 是完全沒有基礎 沒有原因的意思 完全沒有基礎可言 完全沒有任何原因可言 and unjust 不公平 不公平 不公正 你這樣講 Today's graduates possesses 這個詞 我覺得如果同學仔立考試可以記一記 即是have的意思 擁有 possesses a wealth of talent 即是不是說many talent a wealth of talent 即是說好像財富一樣 好多 好豐富富裕的一些才能 ambition 在這裡說回 他除了不是懶之外 原來他很有野心 ambition 很有野心 很有才華 亦都很有野心 and determination 都有這一種的確立 那種是堅決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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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succeed in the ever evolving workplace landscape 除了去講他們 這些人格的狀態 還可以講一下 這個社區 都是照舊不斷改變 不斷改變的一個工作環境 it is imperative 照舊都講過這個字 必要的 that we recognize 之餘 還要celebrate the contributions 要去慶祝 和確立 認知 他們這一種的貢獻 provide them with necessary support and opportunities for growth 所以同學生 有沒有看過 尊尼創辦人 June 之前分享過一個story 我覺得很適合 就說 以前有一首很神奇的歌 在大陸 什麼 小懶蟲 小懶蟲 你到現在還不做 你看看你多失敗 在那裡唱 其實你要知道 這個世代 浴馬式的一種 浴馬式 浴馬式的一種 浴馬式的一種教育 不可行的了 你要去支持他 你要去鼓勵他 你要給這些 opportunities 機會 給他一個方向 他去成長 才是 所以 provide them with the necessary support and opportunities for growth and refrain from making unfair comparisons to past generation 我們這裏 refrain from 就是確保住 限制住自己 不要再做一些不公平的對比 所以我覺得 這個conclusion 就比較有好一點 不是直接說別人的 講法不好 而且呼籲有什麼需要做 就是我們之前第三段 那個point management program 你看到這篇文章 照舊都不太長 你看到只是437 對於同學生 原來是在level 4 湯家環神 很夠玩的了 我們這裏還有少許時間 想和同學生 去詳細說一些 vocabulary 這裏 work ethic 那種工作態度 我們還有這裏 navigate 剛才是找路 導航 我們還有下面這裏 landscape 除了下界風景之外 還可以說那種地形 地形 features of an area of land 地形 即是環境的意思 這裏 social economic 要注意中間是有一個hyphen的 social economic 這裏reshape之前 review都說過 重塑 重新塑造的意思 所以右手邊 你見到意思都有change 通常是嚴重地改變 所以 in a significant way 好 跟著第六 這裏的dedication 投入程度 resilience 顏性這些字 之前都說過 eagerness 渴望以撤去 一樣東西 eagerness to do something 所以通常是 好 跟著我們還有第九 十二 emparament 授權 這裏是授權 但我覺得 是給予一種力量 becoming stronger 令到他更加有能力 去做一件事 好 跟著我們還有下面這裏 的geek economy 來供經濟 即是很多時候 那些人比較喜歡 freelancer 去做事 不想請了個staff 在這裏 又要供NPF 又要供經濟 即是很多時候 不用買勞保 那些 好 跟著我們還有這裏的十五 resilience 雖然都說過 希望同學會懂這些字 我除了work ethic之外 想介紹這同意字給同學 就是這個字 我們有一個非常熟悉的字 industry 就是這一個工廠工業 對吧 原來這裏 industrious 這個字 都可以解是很勤奮的意思 就像工廠那樣 很努力地去做 那這裏加上ness industriousness 其實就是解那種勤奮的程度 即是平時說的 hot work 那你見到我們左手面 diligence這個字 都是叫hot work的意思 如果ce字尾 它就是一個名詞 如果t字尾 它就是一個形容詞 我寫在這裏 那你已經見到這個 由我們剛才的文章中 見過的這個說法 go the extra mile 即是願意踏出多一步 做多一步的意思 好 那我們還想說這裏的 social economic 我們除了說social economic factors 這些因素之外 都還可以說這種 disparity 即是那種差距 那種的落差 那種不一樣的程度 好 我們還有下面這裏 reshaped 我們除了reshape一個人的perspective 你見到可以reshape一個人的strategy 或者reshape一個landscape 地形都可以的 那這裏希望同學仔 見到我們今同學的字 可以怎樣套用下來 好 那我們還有下面這裏 proactive 那這個字同學姐都應該見過好兩次的了 那這裏 proactive 可以叫做proactive approach 或者可以叫做proactive measure 都可以 這些由自己用內心而發去打去 開始去做的事 好 跟著我們還有後面這裏的empowerment 那我們可以說empowerment of women 或者是令到這些女人更加有一種的動力 有一種的能力去做一件事 或者可以給一個sense of empowerment 跟我們說回這一種的感受 那我們突然之間覺得自己有一種的能力去做一件事 所以這裏見到同意字 你都可以寫enablement 都可以 好 那我們還有最後這裏 想你學到resilience的同意字 還有endurance 其實endure這個字呢 本身呢 是解釋忍受的意思 即是我可以很忍得的 這個意思了 所以我真的很有忍性 面對這些難關都好做得事的 好 那這個geek economy呢 我也覺得有另一個字可以用後文的 freelance economy 可以說它offers flexibility for workers 那些人可以選擇幾時做啦 哪裏做啦 做幾多啦 但是就沒有stability to work 還有benefits 沒有穩定性 即是供樓都不知道每個月有多少錢工 都沒有什麼好處的 那這裏呢 我們還看到 可能有些人呢 就對於這些geek economy 都有興趣 但它就不是那個最主要的income來的 它可以叫做一個 supplemental income supplemental 即是輔助式額岸的意思啦 好 那這裏呢 就按上cover的foldcap的範圍 我們都看到已經有很多字 其實之前我們呢 在這個nature smart 那一課 或者是這個 正式書信 或者是這個 越來文那一課 都說過的 那我就覺得呢 這些字呢 都是同學生日文比較有用 希望你們有空 可以寫這篇文章給我了 好嗎 好 那這裏呢 如果同學生有什麼不明白的話 隨時都可以去WhatsApp我 那這裏呢 寫多一次我的電話出來 那這裏呢 寫多一次我的電話出來 那這裏呢 8403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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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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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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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